连日来 我驻多国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27号 古巴共产党与政府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举办隆重集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拉索 中国驻古使馆代表等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过去十多年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中国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面临冲突和霸权主义威胁的当下 为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国际秩序贡献和平方案 作为西半球和拉丁美洲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古巴深感自豪 27号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同时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 与会嘉宾盛赞中国的发展成就 期待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 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正确领导 也离不开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 在中国驻赞比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 来宾们畅序中赞友谊 祝愿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赞比亚和中国相互尊重 携手合作 在发展繁荣的道路上不断提升双边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驻保加利亚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 同时庆祝中保建交75周年 道场嘉宾表示 期待两国深化友好往来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密切合作 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推动保加利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 继续传承两国间的友谊 国庆节快乐 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 中外人士共庆新中国国庆